花铃县加入竹语保姆奖励计划到第10年了 今年竹语保姆人数上看90人 收拖婴幼儿人数累积也突破了5000人次 今年也预计要增加竹语保姆测验场次 鼓励家中有0到5岁婴幼儿的家长 可以为孩子来营造竹语的环境 照顾3岁的小孩子 阿嬷自然与竹语的互动 让婴幼儿从小就习惯使用竹语 自102年开始 花铃县竹语保姆在10年之间 收拖了人次来到5000多人 竹语保姆从自家人做起 替婴幼儿建构自然语言环境 鼓励家中的竹语传承 爸爸妈妈也是都一直到在外面工作 所以母也不是很好 我也希望说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像亲子互动 或者是一些有关小孩子的 教育方面它都会跟我们讲了很多 让我们更懂得一些照顾小孩子方面 安全问题还有食物问题 吃的方面能不能在某方面改善 增强他们身材体力方面 营养方面都有帮助 通过足以口试测试之后 以12个小时的培训课程 提升足以保姆照顾幼儿的能力 每个月派遣家访员到保姆家中访试 确保足以保姆随时与幼儿成长 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足以词汇量 我们足以保姆的计划 从102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10年的时间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足以其实是原住民族很重要 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足以保姆的特色 跟一般保姆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它是以收托三勤等的小朋友为主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从小沉浸在足以的环境当中 其实对它的语言学习 是一个黄金时期 是最重要的时候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计划 这样的奖励的机制 让可能是祖父母 或者是父母 可以跟自己的小朋友讲足语 然后让他在自然而然的环境之下 去学习到足语 那这样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把握音乐学习语言黄金时期 欢迎足以保姆人数来到90人 明年也将开办更多考取资格的测试场次 让家中有0到5岁应幼儿者 能够及时加入奖励计划 为幼苗营造自然足语的环境 记得救援华特朗